今天我打的这么精致 当然是来蹭饭的 饭点闹了 你的饭准备好了吗 那我来了 你好 我可以进你家吃个饭吗 敲门敲出一段风土人情 做菜做出一群民间高手 以菜为美走进寻常百姓家 品味人间烟火 他有这样的口福吗 急心高照 好对意 今晚6点55分冷森林娱乐际先锋 端午品味家的味 I threw a wish in the well Don't ask me I'll never tell I look to you as it fell And I eat Shuby Shuby All with Shuby 娱乐极前锋 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想吃就吃 由冷酸瓶冠名播出的娱乐极前锋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冯金金金 那金金现在出现在了四方瓶的四方小区 你们猜我是来干嘛的呢 打跑得快 打跑得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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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打了这么精致 当然是来 蹭饭的 没错就是来蹭饭的 今天是端午假节 大家都会团聚在一起 准备非常多非常多丰盛的晚餐 对不对 所以 饭点到了 你的饭准备好了吗 那 我来了 今天青青来蹭饭的目的地 是四方平街道的四方社区 四方社区 2003年成立 它坐落在 刘阳河畔 东陵 二环县立交桥下 西指德雅路 南志三一大道 北面七凤路 这里的地理条件优越 通过社区的努力 四方社区 如今成为了 长沙最繁华的地带之一 如今社区有房屋89栋 人口14000余人 这里绝大部分 都是居住着 老长沙拆迁安置的本地人 青青今天锁定了 社区中的经济适用房小区 四方小区 这个小区建于2003年 是长沙最先建立的 经济适用房之一 因为主持我是大赢家 被广大市民所熟悉的青青 节目前信心爆棚 自认今天的敲门蹭饭 一定会十分顺利 为了印证自己的人气 他决定先适应一下 叔叔你好 你现在是买了很多菜 对不对 现在是要去做饭吗 对 你家住在哪里 我住在八栋 就住在八栋 今天买了这么多菜 是谁做饭 我做饭 你做饭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搞了三十多里的饭了 你买了哪些菜 这是今晚家打算做什么 大餐 虎白鱼炒好 这个鱼炒 这个好好吃 好下饭 一路上青青 试着采访了多位小区居民 每次赠饭都成功 这也让他变得更加信心失足 不过好心的居民 才买好菜 青青可有点等不及 正式的挨家挨胡敲门 赠饭接下开始 他还能如此顺利吗 所以呢 大家都对我非常热情 这样的话 让我充满了自信 所以我等会去蹭饭 一定成功 绝对成功 其实 其实还是很忐忑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蹭过饭 走吧 走吧 跟我去吧 让青青去蹭饭 这里 就这里 就这里 去掉吧 好不好 这天应该有人在吃饭 走吧 好紧张 喝饭 小宝贝 哈喽 你是放学了吗 嗯 你 你家住几楼 就是一层啊 就是一层啊 你们家 你吃饭了没有 还没 可是你家吃饭 还没想吃饭 如果姐姐肚子饿响了 去你们家吃个饭可以吗 你是不是坏了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坏人吗 你看 姐姐叫做做做做做做吧 好好看 不如在陌生人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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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宝宝 好聪明好乖哦 一个是启银新车 一个是国泰民暗 要不就这样 我好紧张 有人 小孩子 有人吗 爱你你好 你吃饭了吗 没有 你还没有吃饭 你认识我吗 冯青 打跑得快的 那小孩子的一般不太厉害 那阿姨你要是没吃饭 我可以进你家吃个饭吗 我呀但是没差啊 我还没搞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楼上是吗 楼上是吗 楼上 谢谢阿姨 要不我们就去阿姨推荐的 送拿手菜做的特别好吃 走吧 好 即兴高照 好多鱼饮 可是 为什么没有声音 阿姨推进了这一家 没有人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 不抛弃不放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这一家 我听到电视的声音了 演综管 要不然再敲一下门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不好 好 算了算了算了 我觉得这一家可能是不太习惯这种 对有劲头啊什么的 那 那我们就上去吧 好不好 上去吧 怎么办 这样下去我都没有信心了 我还能吃到饭吗 所以听清清说啊 你看 贴了满满的春帘对不对 然后用佛林门 你看一看就是过年才贴的 所以我判定这一家应该也有认识 她的后面就说 我完了 喂 你好 是 是姐姐吧 姐姐 你吃饭了没有 你还没有吃饭啊 我不是国内娱乐频道 然后拿巡位 拿手菜的节目主的 然后我现在过来吃个饭可以吗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呀 妈妈做饭最好吃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没有吃饭 你直接让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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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等一下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那我们先 不用换鞋 换个鞋吧 经过屡次的失败 终于成功地进入到了这个家庭 清清又将会在这里 尝尝到什么样的家庭美味呢 阿姨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清清 你看过我的节目吗 看过什么节目 什么节目 你是不是闹不来的 你是不是闹了 你是不是闹了 你有没有拍过那个 打跑得快的节目 没有啊 我来吃了 你们算屁股 现在还没有吃饭吗 我们还没有准备啊 还没有准备啊 是要6点半才回家 哦 孙女 孙子 有一个孙子 6点半才回家 所以你们一般什么时候开始做饭呢 6点 那我们是不是来 你们来吃饭嘛 我们去早点做饭 哦 那现在 因为人多些 人多一点是吧 现在是5点多了 现在要准备了吗 要准备了 但是 阿姨你们家真的好干净啊 做什么 对啊 你看打枣的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墙壁白的 我可以进在你的厨房吗 好啊 开在你的厨房很好 厨房 我们刚才包完粽子 小心一下 包了粽子啊 对啊 那个桌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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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包完粽子 刚刚包完粽子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 哇 今天是打算做什么菜啊 这是什么 南瓜花 南瓜花吗 我没有吃过这个菜 这花妹子她买那么凉多的 哦 这个是谁爱吃啊 这个这个 这个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炒蛋吃 炒蛋吃 也可以打汤吃 炒蛋吃 也可以打汤吃 哦 这是谁比较吃 是全家人都爱吃吗 不是 这是我每次 今天可能她都是到哪里吃 哦 不是自己这样的 这还问题多 所以阿姨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呀 拿手菜多了 太多了 对不对 多两根吃了 哦 做给我吃 一个藏在里面 天下凉拌鸡 哎呀凉拌鸡 这个非常下饭 嗯 今天可以做给我吃 是不是 我刚刚看到这里也有点菜 是不是 这是椰子生菜 哦 我吃前面 这个是鸡木菜 哦 听说这个菜我好像不太知道 好 里面 哦 包括以后 它就等一段时间它就长 这就长出来了 所以你是在家的 我再自己摘一下 和平地去摘 哇 四方比较就这么厉害呀 所以今天晚上有几个人吃饭呢 我们今天晚上吃四方的了 四个人 有阿姨你 还有谁 还有孙子 哦 还有孙子 孙子也回来对不对 家里有孙子 还有女儿 还有老公啊 哦 还有叔叔 因为我没有看到叔叔 他先前其他才回来好玩 五点 才回来 他学会去家 哦 所以他在家是不是 嗯 好 今天晚上四个人还有五 五多人吃饭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准备了吗 那边 那边 可以 喝茶 谢谢燕子姐 谢谢 好热情 我 我跟你讲我可能吃了 我能吃三碗饭 行啊 第一次敲门进入的奇迹 轻轻得到了热情的管带 厨房也渐渐忙碌了起来 干净简单的厨房 充满诚意的食材 阿姨一人准备的晚餐 丰富又迅速地准备着 这是牛腩 做灯牛屋式的 淋一下水 淋一下水 把它里面煮的没有红色以后 再拿出来 切成块块 用茶油做的滴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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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油慢慢的手小 再扭 放入桂皮八角姜片干椒蒜头 用茶油炒至电色 用高压锅炖上20分钟 这个是你自己包的 对 我妈妈包的 我跟我妈妈一起包 你跟妈妈一起包 这个包了多久啊 从我们前天就开始包了 然后包了以后就送人了 亲戚朋友都喜欢送我妈妈包的 这么多 每天都会堆这么多 所以现在大概有多少个 这里面 大概 我觉得一个有 没有数 100多个 100多分应该有 这个我知道 就算是比较老城去了 还比较早的老城去了 很老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有143年了 住了13年了 143 可是我觉得你们家很新 刷了一下墙 刷了一下墙 对 我刚刚看到门都是关着的 我可以去参观一下 我可以看一下 好不好 我去看一下 这个日历上面是 这个日历 这个日历上 这是我宅宅 这是你宅宅 应该是宅宅几岁 这是几岁的样子 现在宅宅几岁了 四五岁吧 这是宅宅四五岁的样子 这个是十岁的 现在宅宅有多大了 现在十二岁多 十二岁就三岁了 都已经十三岁了 我刚看到了 这边女儿忙着要带客人 令你的阿姨 为突然造访的客人摸到货货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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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凉拌鸡 凉拌鸡 主要是放成组 凉拌鸡 凉拌鸡 是吗 瘦子吗 瘦瘦 瘦了 凉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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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凉拌鸡 这是 凉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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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军北炸鸡 江花梨 的 不一样 这个腥子不能吃的 把它剥掉 拿掉 一到豆妈手带也慢慢地在厨房里戴上了 我一直没看到 咋子回来了 我说了他会低着头发 不害羞 在叫我怎么提车 叫你呢 我怎么叫咋子 叫什么名字 我叫你君君 君君 我叫你君君 来我往前 我是你的清姨姐姐 金姐姐 金姐姐 美玉姐姐 美玉姐姐 我的亲戚 你见到我不紧张吗 有一点 见到美玉姐姐 不会啊 你见到这些是像哥哥不紧张吗 不会啊 你比我高 你有多高啊 1米7 你现在就1米7了 那你在班上做第几排 你来咧 我们把这轮换的 轮换 轮换啊 那不是说最高的都最会排吗 对 你属于班上 怎样的 中上 中上啊 你班上涂得都这么爽 现在 你看这姐姐也有点 紧张 有点紧张 很紧张 我们家里从来没来过 来过这个客人 而且这么美的客人 哈哈 回家后的俊俊 习惯地回到房间 完成作业 此时阿姨最后的几道菜 也快速地完成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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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闻得好香 刚刚是 可以了 是饭熟了吗 对 阿姨 是不是饭好了 好 好 这么开心的时刻 我记录下来 我先找吧 这顿饭是四方社区 曾阿姨一家人享用的晚餐 特色凉拌机 清炒红薯根叶 常德人最爱吃的脖子牛腩 还有亲手摘的地木耳炒肉 特别的有炸南瓜花 满满一桌子 好吃 好 你看看我们吃什么样的 要等三分钟吗 妈妈整体健康 吃粽子吧 不吃 哲哲 这个菜你没吃过 知道什么吧 小海菜 小海菜 这是南瓜花的 你没吃过应该是 怕什么 这样对它们笑一笑吧 像是平常一样的 你还不来我吃完了 站在一旁 不知吞了几次口水的青青 终于可以蹭饭了 迫不及待地夹进一块 香飘四溢的 常德脖子牛肉 美味的晚餐开始了 可以吧 愉快 嗯 都会四溢牛肉 今天平时家里有这么多人吧 没有 没有 第一次加了这么多人 你吃一块南瓜花吗 我吃 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 我第一次吃 我好好品尝一下 好脆 好香 好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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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美容 又健康 嗯 用茶油炸的 用我们家的 我觉得家里面要是放一个 这个就显得很贤 不够磨啊 我以后 是不是 没有阿姨 你说 你这九岁你就做饭 这么算下来你做了多少年的饭 嗯 你又是十岁了 做了五十多年的饭了 嗯 对吧 嗯 你之前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的呢 想吃啊 教书的 我遇到了老师了 老师好 你好 我对老师一般都很尊敬了 谢谢 所以我们阿姨是教什么的呢 教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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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俊俊的那个你还会辅导他吗 他有时候 他叔叔呢 当兵 当兵以后到农机站开车了 哦 嗯 他九五年 三年工作以后 嗯 我九六年 九八年就过来了 嗯 然后他一个女孩子到这边 我真的要 他拆一拆 美胃打开了味蕾 也拉近了 清清和阿姨一家人的距离 不过作为学霸的俊俊 可坐不住了 你现在是要去干嘛 你去做作业 我现在在房间里去做作业 你夹着菜去做作业吗 一边做一边吃 太爱学习了吧 现在给我先赶紧让一下 好 你做作业 你的也要好好吃饭了 好 他虽然说 嘴上说不紧张 虽然好紧张 好拒紧看嘛 家里从哪里有这么多人 从哪里有这么多人 他胆子很小 所以这也就是我担心他的地方 不像有的小孩 男孩子 现在就是说踏实一点嘛 在路了半个社会之后 自然回来就更加懂了 如果要你要沾个词 快夸一下 阿姨的话你有什么词 你怎么应该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可以 真的是 提到热情好客 这个性格开朗的阿姨 成长在新中国建设的艰苦年代 作为家中老大 下面有三位弟弟四个妹妹 因为父母奶奶需要出集体工 从九岁开始就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以及带弟弟妹妹们 谈起往事 阿姨也是有点杀不住画夹子 那时候乡村里看电影 放电影嘛 就是在放楼梯电影 前面走三个 一直牵一个 背心里还要背一个 就是跟他当妈妈一样的 都要照顾到 所以我来回做饭呢 做什么事都比较快 比较冷干 都是从小鼻 淡天 滴出来的意思 有这个女儿有这个孙子 很幸福吧 幸福 这就是我孙子好听话的 我就感到幸福 真加幸福 好踏实 所以如果让你评价自己的女儿 说出她三个缺点 懒 你会说懒 你会说什么 我说她缺点 懒 她一切都好 就是有点点 花钱有点厉害 我花钱不厉害 因为她们是 那个年代条件相对都会差一些了 相对她来讲 可能会觉得花费大一些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 会让你熬吧 吃饱了没有 全部吃完了 我也吃完了 我也吃完了 谢谢 就喝完 喝完 来 完美一点 谢谢 我们还是烹饭 谢谢 祝你们永远开心 祝你健康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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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了 你也忘了饭 你把这里拿一下 不用你 不用你 我们自己 可以吗 吃得好饱啊 阿姨 这是我们巡慰拿手菜节目组一点点心意 谢谢 非常谢谢你 今天亲戚来蹭饭子真的很成功 很开心 你喜欢我不 喜欢 希望下次再来不 又漂亮又美丽 怎么不喜欢你 嘴巴又甜 本来谢谢阿爷 谢谢燕子姐 我觉得今天不仅是蹭了一个饭 而且阿姨还教了我很多很多道路 然后我都学到了 所以呢非常谢谢你哦 今天很开心 所以呢今天的蹭饭 我觉得是很成功的 但是呢我想对开不去的朋友们说 下一次亲戚可能去的就是你家哦 到底是不是还是太不去 四方明想去呢 我不知道 反正希望到时候亲戚去你家敲门的时候 你一定一定不要拒绝我哦 一定啦 虚比虚比 娱乐极建峰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想吃就吃 由冷三菱拐名播出的娱乐极建峰 大家好我是冯青青青 健康生活从此开始 所以我们要送感谢啦 要感谢优牙式口香 对主持人的口香健康保驾复航 那今天娱乐极建峰的特别节目 寻味拿手菜到这就结束了 嗯吃的好好 所以下一期可能去到的就是你们家哦 记得不要拒绝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不散 大家好 我叫曾威华 我的拿手菜是脖子炖牛肉 凉斑口鸡 之所以有这两道菜是因为我的生子 喜欢吃肉式的菜 所以就去下了这两道菜 如果喜欢我的菜的话 请去娱乐极限峰 去搜索我的拿手菜 谢谢大家